Hello 你們好 現在是9月29號 星期四 期指結算 整體來說 市好像我之前那樣說 因為整體的成交不配合 所以加上外圍開車煤 加上外圍開車煤 變成整體的指數 回跌回到17.14 我們看一個圖 這個恆指圖 這個小時圖 如果看日線圖 放太少少 今天是第二天的音樂 整體來說 都仍然回跌了 升了之後 所以這個64615 如果見回17,400 平時就可以 下個位在哪裏 下個位呢 17,400 看守不守著 今天就是這個期間 明天場外結算 接著就下個月了 到9月了 那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呢 理論上就是 那些大音竹 小時圖 那些 上一次這支大音竹 都看過之後呢 要數回400點下來 就是17,250 那上一次這支大音端 都是這樣的 這樣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你看一下 17,250 會不會 再電到 再見到呢 就會再平多三分一 而9月份呢 因為就來9月了 會不會開低呢 那9月呢 有機會呢 就開低 會不會 17,250 或者17,000 那之後呢 就再做好一點 9月份理論上呢 看看月線圖 月線圖呢 我再放大一點 理論上呢 楊竹呢 一個月上 即是今個月是楊竹 那下個月呢 應該都會黏一支楊竹的 那就是說呢 它會有個低位 先低後高 那先見17,250 或者17,000 甚至乎16,800 之後就會上去 試上去18,000 如果18,000 17,850 搜得穩呢 就有機會再衝18,000 18,000 甚至乎18,500 就是這樣 那所以 暫時 暫時呢 暫時呢 短期來說呢 圖表很細的 你看一下呢 這個是 其實你看回日線圖的 Soflastic 其實是跌穿了的 RSI也是 RSI太小了 我做不到它 而這個呢 MACD呢 它都是咬回來的 咬回來呢 開始呢 快線有機會跌穿慢線 那這些都 紅柱體呢 都是變制了 這些都是一個 初步呢 就是說 會還有進一步 條件的機會 所以 大家留意著 那 上面又怎樣呢 講了下面 上面呢 17,850 是一個阻力位 跟著呢 就要試18,000 18,000之後 18,500 其實就是這樣 上下而已 所以 6,4 6,1,5 呢 就 尋位平 就是 市場未必很差 當然 如果 9月份 先高 開高 之後 再拆下來 那就很差 或者是 16,850 都跌穿 就很差 就是17,250 都差 所以這兩個位 你要留意著 但是如果見到 那16,850 我們會怎樣呢 我就可以買牛 到時候我就告訴你 買什麼牛 這個你可以留意一下 而昨晚呢 就 到瓊子就跌了159 納斯特跌了198 近PG33點 那終於回套了 因為這個抗憤 因為 鮑威爾在那個年會那裡 Jackson Hole那裡 講他會 他會減息呢 其實這件事情 是過度抗憤的 過度挺好的 而另外呢 中概股就大跌的 2015呢 就是 理想汽車 那些新能源車 全部都跌的 這張汽車跌了16% 小鵬跌了9% 衛來1.7% 新能源車暫時都不能碰的 那這個是 看回呢 就是 那些新能源車 我先講給大家看看 不要急著 那這樣跌 你看看這個小時圖 兩支陰竹這樣扯下來 就很頑皮的 那所以呢 我們 我們 不再退了 這樣穿了 其實就 現在未是很確認 但是呢 現在未是很確認 那 它剛剛跌穿了 這個是 日線圖的皮特地 小時圖呢 就 小時圖更加頑皮 那日線圖剛剛跌穿呢 你看回呢 這個Stochastic 就 扭了下來 RSI 又是 MACD 都是 那就是證明 確認呢 被阿迪要再匯的 回到哪裏呢 那可能呢 就要回到212到215這裏 那裏 才決定 到此 站得穩才買 我們不急的 新能源車呢 就是 為少你都要走的 那 唯獨是 汽車裏面呢 是見到呢 是 吉里好些的 吉里漂亮的 吉里呢 走勢上是轉制做好的 所以你說 有新能源車那些 你可以轉去吉里 那吉里呢 那吉里呢 那些資金流呢 沒什麼錢走的 那 比阿迪有些錢走了 那為少你都是 那你可以少住咯 吉里 吉里是漂亮 那看回 stochastic 這些全部都是轉好的 那所以你可以 新能源車可以轉去這隻 那至於其他 講回那些 講開的股票呢 就沒有升跌 那鐵塔呢 就沒有升跌 那鐵塔呢 就有少錢走 那這些 可以hold住咯 那至於港傑呢 就升少少 港傑呢 就跌 小金流行走少少少 但是呢 那個長江基建呢 是繼續有錢流入的 可以繼續可以拿著它 這個就不擔心了 繼續拿著它 那至於331這些呢 就見不到錢有流入 都在那集結而已 那1397呢 就做好少少的 有少少錢流入 那至於3990呢 對內地的外房呢 就升了 744 升少少 那企穩呢 那是持平的 沒有什麼資金流走的 那至於270呢 越海投資呢 就升了8% 那它的資金 是持平沒有錢流走的 所以一直說呢 越海這些是超值的 那你看一下 那這個日線圖 周線圖呢 周線圖呢 都是的 周線圖的 stochastic 是推介 那內房裏面呢 就 月秀啊 或者是 保理事業呢 就有少少錢賠到 那來到這些位置呢 都差不多 但是你有貨就轉了 無謂加 本地地產又怎樣呢 我提過那隻 遠東呢 就昨天升得很好的 昨天 前天都升的 今天呢 少少回 少少回呢 但是呢 遠東發展是有錢流入的 有大錢流入的 所以這隻呢 繼續拿著它 那這些位置也是很離譜的 就是低度 因為它的息口 成11厘的 那所以 這些是 有一定的 那個直播率 那至於16呢 身體呢 身體都轉好了 身體都轉好了 有錢流入 所以這些 追得過 現在都是 一半而已 在一半那裏 1972呢 就都是做好的 那就是資金持平 16就有錢流 83呢 信和呢 置業呢 就 那些 應該是換馬 因為糖水管糖餘 那些錢呢 就由一些 地產股那裏 由這隻換去第二隻 那有些換馬 但是這隻子始終 那個質地都不錯 因為它很多 在北區有很多事情發展 很多項目都落實 那有些都賣了 那已經 那現金流都不錯了 那主要是美國減息那裏呢 在9月中之後呢 10月呢 對港股應該會有個好些的變化 那那些大型科技股又怎麽呢 沒有什麽特別了 那 騰訊就在這裏集 3690都是 北水是有錢流走的 騰訊和美團呢 北水都有錢流走的 就流走了1億 這個 騰訊就流走了 流走了6億的 那些科技呢 3033呢 就有錢流入的 流入了7億的錢 北水那裏 那小米都有錢流入的 流入了1億幾 1億8千馬 小米呢 大資金呢 有少錢流走 那都是那一句了 來到這些位置呢 站在這裏呢 就隨便有機會會回些 因為呢 你看回呢 那個 其實就少少想 穿了 有一個奇形出現了的 在Stochastic那裏 那裏有機會突破向下村 村就要補裂口 補裂口就補回去 起碼都去回18元 那所以不需要急 等下先 那那些 手機設備股又怎樣呢 手機設備股呢 就今天升一些的 升4%的 鎮定光學 我叫大家買這隻呢 原因是 它有落後概念 因為優太升得多 那昨天有少錢流走的 這個很少的 瑞星也是的 瑞星也升一些的 那資金昨天持平 那兩隻來說 那當然是 信譽光學會好些 1478呢 優太呢 都少少升了 那其他的呢 京東物流呢 升1.8% 京東物流呢 京東物流呢 我們先看一下 那 昨天有少錢流走 那 呃 攜程呢 就在這裏集結 但是都是那句了 那北水有些錢流入 那主要是炒落後 那但是就 那他的股值不是便宜的 那所以我想要提到 那提到 那麽 安達呢 就 那麽 就有少少錢流入 入安達 特步都未跌,但特步都有资金 上一天是辭聘的,没有资金再进入资金 但这些资金也比较高 百姓就在这儿资金流,资金流没什么特别 青岛碧在这儿集结,这些只是少住,不可以多 今天整体就说到这里,北水今天流入了7亿 农夫山泉也有钱流入 北水流入了2亿多 农夫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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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简单召过这儿说,谢谢您收看 現在的時間就是早上我們這邊歐洲是7時16分 香港那邊應該是1時31分 大家加油比心急 市場是第四季會發力的 如無意外應該會再做好的 所以大家用心加油 不需要擔心 短線來說就用一些紅症去增加多一點收益 順便可以去找紅症去保護 以後去撈底買一些漂亮的貨 補一些貨 這個是一個好的策略 不太懂得圖表的東西 可以參加我的投資班 下個星期六就有講圖表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聯絡我 可以打回我的手台 8899180 或者是WhatsApp我用個手台 因為我現在是歐洲 或者是用WeChat我 WeChat就是我寬鐵山的國語英文譯音 Panda 山 P-A-N T-R-E-S-H-A-N 多謝你支持 還有這個頻道有奶奶支持的 多些介紹給朋友圈 叫他訂閱 訂閱免費的 還有記得按LIKE 按LIKE 按LIKE 按一次好了 多過一次無效 多謝你們 今天就是